一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神造我们是照着祂的计划来造的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个性 我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们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我们有不同的成长的经验 神为我们预备不同的机会 神为我们预备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都有所不同 因为神是照着祂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来设计我们的 个性不同 我相信个性不可能改变 你两岁的时候父母亲已经很清楚 如果你是急性子的话 他很清楚就已经看出你的个性 可能六个月就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是做妈的话 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都看得出来 这个孩子就是急 到了你八十岁的时候 你还是急性子的 可是你的表现不一样 表现不一样 我父亲就是个急性子 他今年八十四岁 我知道他心里急 他虽然站在那边假装一点事情都没有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急得要命 我妈妈也压力很大 因为他也知道我爸爸在那边急得要命 虽然他不动声色 这个就是管理的功课 个性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要管理 以后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面管理新天新地 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我们今生就得学习管理的功课 而神所给我们管理的功课 很简单的说 就是先从管理我们自己开始 管理我们的个性 管理我们的思维方式 管理我们的行为模式 刚才我说过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行为模式 因着我们周遭生活的环境的互动的影响 很容易偏离了神在我们身上 所预定的这些的心意 给我们有造我们的时候 所给我们的这些的目的 一个使命的感觉 一个使命感 神要我们明白 祂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照着祂的心意 去活出祂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 这才叫是好行为 别人看了我们 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 别人看我们 虽然是在这里教书 虽然是在这里学习 虽然是在这里工作 虽然是在这里 每一天好像跟我们邻居 跟我们周围的人 做的事情没有太大的不同 可是逐渐发现 我们的生活有一个不同的目的 所以虽然做的工作一样 我们的态度却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长久的目的 2010年 哈佛的商业周刊 哈佛Business Review里面 刊登了 8月份 刊登了2010年的 最受欢迎的文章 哈佛Business Review 一年度里面 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 是一位教授所给的一篇演讲 这位教授叫做 Clayton Christensen 他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 那一年 商学院的毕业生 邀请他 对他们 做毕业演说 就是那一年的毕业演讲 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 指定 要Dr. Christensen 来勉励他们 他们 对于Dr. Christensen的要求 很简单 他说我们在这里 学了四年 怎么样管理企业 怎么样run business 这些专业的知识 我们学了四年 我们希望今天 你对我们 你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学的这一些东西 怎么管理我们个人的生活 How to apply them to my personal life 你告诉我 哇 这些学生很犀利 是不是 你们可以 我们这边 如果东海的学生 有一天你要求老师 能不能把你这几年 教导我们这些的学问 告诉我们 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Dr. Christensen 就对他们发表了 这一篇的演讲 他讲到 说你们一生 你们要思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 我怎么知道 我在我的事业发展上面 能够有长久的喜乐 他说他的同班同学 你要想他也是 哈佛大学毕业的 他自己开过公司 非常的成功 之后回到哈佛大学 去教上学院的学生 自己非常的优秀 他自己的班上 已经有好几位 都是Folks的前五百强 世界前五百强的总裁 他说开同学会的时候 大家讲来讲去 就是我的公司营业了多少了 我在公司训练了多少的人 我这个 我那个 他说呢 他注意到 他这些同学在同学会里面 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的家庭 他仔细地想一想 观察了一下 他说 这一些的老同学 他自己觉得很可惜 没有一个人的婚姻是完全的 都是离过婚的 甚至有几家人 孩子不跟他们说话 孩子不跟他们说话 他们非常有钱 公司里面的人非常尊敬他们 但是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呢 是一个人 或者是自己 所最关心的人 不在他们的身边 他说你要问第一个问题 是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是你在事业的发展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把头抬起来 看看你到底是往哪里去 你的事业发展 有没有为你带来祝福 有没有为你带来喜乐 今天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这样的智慧来 像明光照耀 要活出你生命的价值 跟你的意义 跟你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是为什么而活 他说第二个问题 你要想的就是说 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是不是长久 是我喜乐的根源 神为什么设立家庭 因为神要借着家庭 让他的祝福能够成全 能够圆满 为什么他设立婚姻 为了建造家庭 他为了设立婚姻 是为了成就他 完全的祝福 所以他看亚当一个人 独居不好 你如果继续读下去 在创世纪第二章 在这个十八节以后 你就发现 为什么神看亚当那个人 独居不好 因为神给他有一个job 有一个mission 有一个使命 看亚当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神就觉得他需要一个帮手 那是 给动物取名字 对男人来讲是很困难的 你有没有发现 男人的智慧是很有限的 你如果问一个男人 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太多的形容词 还好啊 还可以啦 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很多的形容词 我们男人 有很多的智慧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说亚当为那么多的 佛物取名字 确实是很困难 有夏娃帮忙他也不一样 神设立婚姻 来成就 他的祝福 但是在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 多少的时候 我们是掌握了 这个重要的关键 Christensen问的第三个问题 让大家吓了一跳 他问学生 他跟学生说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How can you be sure I'll stay out of jail 你要确定 你怎么样不去坐牢 大家听 怎么搞得 讲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是啊 今天大学校园里面 贩毒的情形 吸毒的情形很严重 但是Christensen 他不是在讲这个问题 他有两个好朋友 已经坐牢了 其中有一个 可能 我不知道你在台湾熟悉 不熟悉 但是呢 2000年前 不2000年前 10年前 的Enron 你们记不记得 这个公司 他的市值 曾经是全美国排名前 10名的市值 但是那个CEO Jeff Skilling 现在坐牢 是他的同班同学 有时候我也担心 我同班同学 东海第二十届经济系 出了不少人才 但是我有时候 也担心我的同学 会不会走歪掉 优秀的人 不是一夜之间变坏的 我相信你现在看看你周围的人 都是好人 尤其是大学同学 你看看你班上的同学 你不会想到说他以后会去坐牢的 你更不会想到说你以后会去坐牢的 人周围都是慢慢的慢慢的转弯的 C.S. Lewis 他说 人是怎么出问题的呢 往往呢 不是说一开始就出问题的 在Mere Christianity里面 他说 人出问题都是一开始的时候 追求美好的东西 然后走着走着就出问题了 他要出问题 他起先总是要追求那美好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一走了就走错了 就像我们在河里面游泳 我们看到对面有很好的东西 我们以为我们就这样子埋头苦干 我们就这样子走过去就行了 但是不晓得河流正在带着我们走 Christian这个同学 Just kidding 他怎么会去坐牢呢 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这个哈佛的同学 他会去坐牢 不会的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越走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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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没有办法 这么优秀的人才都没有办法自拔 今天的基督徒 有一个使命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活出好行为来 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祂的旨意 今天神在东海设立一个教会 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 不论你是不是东海的教职员 你都有机会在这里 你都有机会在这里来发挥光的功能 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影响东海的学生 我们就能够影响到一个世代的人 因为你不知道你所影响的学生里面 有多少优秀的人才 今天我们要影响一个世代 不是说影响那个世代所有的人 而是影响那能够影响世代的人 弟兄姊妹 神在这里设立一个学校不是偶然的 神在这里设立一个教会不是偶然的 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也不是偶然的 我们生命的使命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从神那里领受的责任是什么 让我们彼此勉励在人的面前活出和神心意的行为 叫每一个从这里毕业出去的人 他们人生的目标是清楚的 他们人生的目标是清楚的 今天的世代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使命 但愿神借着我们来成就他这一个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 神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孩子自己在这里信主得救 被主你来呼召 被主你来建造 被主你来使用 都是因为当初在这里的时候 有一群爱你的弟兄姊妹 不辞劳烦的 来邀请我们 把福音传给我们 主我们想到 您在这里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 虽然今天带孩子信主的 这一些弟兄姊妹 今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在服侍 但是我们看到 主你这一幅荣耀的图画 是主你自己所写的故事 并且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你的故事里面 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角色 因着这个角色 叫我们承担一个责任 是我们能够承担的 也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 我们就恳求主 您圣灵的恩高常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领受生命的智慧 在这一生里面 成就主你荣耀的旨意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上耶稣基督宝贵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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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